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最新的消息 秦剛跟博恩斯見面了 那是代表著美中破冰的第一步嗎 那當然我們看到是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在上午的11點40多分 發布了這項消息 那但是呢 秦剛也提到 說美方應該要深刻反省 尊重中方的底線紅線 停止掏空一中原則 扣好美中關係的第一例扭扣 所以態度上面 中國大陸也是把它擺在這邊 紅線在這邊你別踩 然後扭扣扣好你再來跟我談 那所以我們看到 這會是可能比方說 俄烏和談的一個前奏 因為這一陣子我們也看到 布林可不是也釋放出來消息說 樂見中國大陸現在要推動 這個和談相關的一些動作 那當然這個美歐的態度 同樣也都是 要促俄烏和談的時間點曝光 北京是不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華爾街日報提到說 因為現在這個春季反攻嘛 預計在這個春季反攻之後 要推動俄烏的談判 而中國大陸可能會扮演協助俄羅斯 坐上談判桌的這個角色 那我們看一下布林肯的講法 他講說中國大陸當然很有可能 在這方面發揮作用 非常的有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美國的一些口風 或者是一些態度 開始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跟之前的一些區別跟差異 美國的官員提到說北京想要促使國際和談的意向 應該要有機會來實際做一些測試 那基辛吉也有這個今天有一個最新講法 他講說因為中國加入了和談 所以年底前可能俄烏就會進入到這個和談的關鍵期 那再來今天這個時間點跟博恩斯的對話 人家說也非常的巧妙 因為在24年前的同一天 24年前的今天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新華網講說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那是什麼事情呢 1999年的5月8號 北京時間5月8號 北約炸毀了中國大陸這個駐南盟的使館 也使了三位的中國大陸的記者不幸往生 那在這同一天 秦剛講說希望美方要深刻反省 很多中國大陸的一些民眾都覺得 這是24年後 中國大陸去跟美方討一個公道 那個時候好像你美國欺負中國大陸 但是現在我們中國大陸可以跟你這樣平起平坐 要求你說你應該要反省一下 尊重中方的底線跟紅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塞爾維亞的代表 他提到說北約轟炸 這個中國大使館是懦夫的行為 我們有責任銘記跟緬懷所有失去生命的人 所以24年前的這一天 剛好24年後 美中中美有這樣的做下來的一陣對話 而秦剛表達了中方的立場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馬上5月9號就是俄羅斯的勝利日了 勝利日之前發生了這樣的一個 等於說襲擊行動 現在大家在想說到底背後幕後黑手是誰 不過俄羅斯已經定調了 這個勝利日還是會持續照常的進行 可是現在莫斯科已經陷入前所未有的一個緊張氣氛了 那前兩天也提出來說 瓦格納突然這個瓦格納的頭子對著鏡頭講說 你燒一股你怎麼不給我武器呢 你這樣子我就不打了 就還設了一個dayline就說 那我們就不來打了 後來是緊急的軍火補充上了 然後瓦格納就宣布說 俄軍已經提供了足夠的彈藥 所以他們會繼續不撤軍 繼續來續攻烏冬 但是當時其實人家就在講說 會不會是一個骨肉祭呢 就開始有這樣的一個陰謀論 講說瓦格納會不會是因為 所以烏克蘭要春季大反攻 所以故意講得好像一副要撤兵的樣子 要讓烏克蘭陷入這一個陷阱當中 所以這件事情也足以這樣吵了一陣子 那我們來看看 現在烏克蘭的防長講了一番話 讓大家覺得好像這個情境對於烏克蘭來說不利 他講說反攻可能會讓大家失望 因為50萬俄軍有兩大優勢 因為俄軍在前線挖掘了大量的戰壕以及防禦攻勢 那50萬俄軍當中有30萬人駐紮在烏克蘭 所以他覺得恐怕反攻 春季大反攻沒有那麼的容易 那另外我們看到中方 就是秦剛這個馬不停蹄 前幾天他其實才出席了這個中阿巴外長會 三方同意要平等協商 然後反對這種非法單邊制裁 跟這個巴基斯坦的外長 跟阿富汗的外長一起坐下來 而且其實你說現在美國好像已經拋掉了阿富汗 但是你看聯合國在這一次阿富汗危機當中 也沒有邀塔利班的政權來參與這一場的杜哈會議 另外人家講說聯合國難道也不管阿富汗了嗎 他是趕緊澄清說我們會繼續在阿富汗這邊來協助民眾 所以美國始終現在不承認塔利班 可是阿富汗現在被拋開來 但是現在中方又好像補進來扮演這樣的一個 好像緩和世界火藥庫的一個角色 所以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亮哥怎麼看 這個華盛頓郵報是首先 訪問了布林肯 那是由他非常資深的專欄作家Ignatius 他寫了那篇文章說布林肯突然改口啦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中國提出12點和平文件 美國就說沒有提到撤軍啊 結果現在布林肯竟然改口 他說第一點喔 主張維持各國的主權領土完整 隱含了會撤軍 他自動補上啦 所以我認為美國真的是有點急了 因為現在所有的因素都對俄羅斯比較有利 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本來5月9號勝利日 俄羅斯的戰術的目標就是要把巴赫姆特打下來 所以你看那個布林肯竟然現在要改口了 因為我們那天看到布林肯竟然在講話說 你再不給我彈藥5月10號要撤軍喔 我就知道他在唬爛 因為他就是覺得國防部那個少依谷對他不太好了 所以就做一些姿態 而且最近蘇丹不是內戰 這個瓦格納部隊在那邊有一個金礦公司 那現在黃金運不出來了 所以講講話也可以理解啦 不過總的來講就是 這個整個戰局對烏克蘭非常不利 你剛剛提到幾點都是真的啦 包括增兵 包括軍員 比如說本來預期大概有八九百輛坦克 結果只來了230輛 然後俄羅斯的增兵也完成了 投入烏克蘭就30萬 那美國已經眾議院表示逐筆審查嘛 所以基本上整個局面對烏克蘭是不利的 所以布林肯改口 然後布林肯講了一句話 這句話我覺得就是俄烏未來和談的最重要的關鍵 他說俄烏的穩定恐怕必須靠中國來做擔保 他講了這句話 這個事實上就意味著未來俄烏能夠雙方不再開戰啦 恐怕中國要進來了 這個就有點像伊朗跟蘇地阿拉伯嘛 所以伊朗跟蘇地阿拉伯現在開始啟動和平交往嘛 可是他們的矛盾如何保證不會再爆 所以兩個都來參加上海合作論壇啊 然後都來參加金莊會議啊 那都是我中國邀請你來的啊 所以我等於是進場了嘛 作為雙方可信的第三方啦 而且是有份量的第三方啊 我覺得美國大概從這裡你就看出來 美國越來越發現他在俄烏這個局面他使不上力了 因為他已經參進去角色了 對而且他又不願意繼續打 北約不是很強大嗎 你為什麼不繼續打 因為他發現歐洲那邊也在抽腿 就是那個該死的馬克宏想抽腿 所以美國也發現歐洲跟他不太同調 所以5月19號這個G7我覺得就會看出一些端倪啦 我們就要來觀察法國德國義大利 是不是會跟美加英還有日本不同調啦 尤其是有關俄羅斯的部分 日本那個岸田已經幫美國喊話了啦 說我們要繼續制裁俄羅斯 那我就不知道那個歐洲的國家會怎麼說啦 我認為他們的立場跟美國不會太一樣 他們一定會有自己的想法啦 那逐漸的國際的輿論會逐漸站到中國這一邊 希望這個俄烏的談判能夠有一個有力的力量要進場啦 然後讓戰爭不至於再擴張啦 可是這裡面坦白說這個美國態度也很重要啦 因為現在給人家感覺就是現在布林肯放了話嘛 那可是接下來要如何進行 那美中恐怕還是要見面 就這個事情做一點溝通啦 是 好 我們來問介老師 我想這個伯恩斯他事實上5月3號的時候 他才在參加這個跟美國華府的那個智庫 Steamson Center的一個視訊會裡面啊 放出了橄欖枝啦 他在那個在那個裡面啊 在那個視訊會啊 呃 他說現在很難預測雙方啊 何時會再接觸 我他說啊 可是我們不想與中國發生衝突 我們不想回到中國和與中國的冷戰狀態 我們要讓這種關係更加肯定 然後呢 他事實上的話 他也再重申了所謂的一中 美國的一中政策在台海問題上 所以這個是就是說美國政府最近以來啊 最表明的願意跟中國大陸啊 這個對話的最強的 最最姿態最低的一次喊話了 公開的 那我想中國大陸大概考量美國 既然姿態放軟的話 就由秦剛來接見這個博恩斯 然後秦剛主要是有兩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 就是希望美國啊 不要再啊 這個怎麼講呢 縱容鼓勵 台獨 第二個呢 在台海問題上天有家夥 所以呢 這個是第一個中國大陸最好 第二個呢 中國大陸他也提出來 秦剛也提出來了 中國大陸目前對美國看法 希望美國啊 不要說一套 做一套 大概最主要就是把這個兩個訊息 傳遞給這個美方啊 希望博恩斯再傳達回去 不過這也是 就是說中國大陸切斷 跟美國的這個高層交往 尤其是在原來這個 布林肯要在氣球 這個氣球事件以後啊 那被延宕的這些 美中高層交往 這是第一次的 重新在高層 不過 駐美 駐中大使的層級 真的並不是很高 那麼有外港層級 只是照見的話 也不是有很高的層級的 恢復的這個感覺 不過接下來馬上 在這個日本的廣島 要召開這個 事實上就是說 這個G7的這個高峰會議 啊 那召開之際 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 其實最重要 最關切最關切一點 其實就是說 美國對兩岸問題的立場 他認為美國一直 秦剛這次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他們美方一直在 用實際的作為掏空一中原則 那應該是針對接下來 美國在這個印太地區 又一場大戲 因為接連著一一連串的大戲 這個G7會議完了以後 拜登還要再到澳洲 再舉行所謂的四方會談的高峰會議 這些都一定會巡力 在台灣問題上做出一些表態 那這個表態是不是會進一步 美國會更進一步的表態 我想中國大陸 大概藉這個機會 跟美國先把話擺在前面 好 拜老師 我覺得美國的高官這段時間 每天都在說想跟中國大陸對話 不管是布林肯 蘇利文 耶倫 戴琪 這些高官每天都說 他想到大陸去訪問 要跟中國大陸對話 說這個建立護欄很重要 廣控危機很重要 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我叫了半天 博恩斯也叫了半天 好了 我覺得這次您看 在整個場面跟後來發布的新聞稿 秦剛就把博恩斯請來了 請來了以後就告訴他說 先反省一下 反省好 好 反省好了 第一個扭扣扣好 第一個扭扣沒扣好 後面扭扣都扣不好了 所以要把扭扣扣好 然後再說 不要再說謊了 就說一套就做一套就是 不要再說謊了 不要再欺騙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做好了這一些 我們再看看吧 最後他的結論就是 你作為大使的 好好幹 努力一點 加油 拜拜 各位 您看到整個新聞稿發布出來 其實總結就是這些話 好像也沒聽到博恩斯講什麼 其實秦剛就是把你找來 好好反省 第一個扭扣好 不然不要那個褲子的扭扣都沒扣好 很難看 第一個扭扣好 總沒關係就能夠好好走 不要說謊 你看 這些話其實都講得很重 而且很露骨 而且反正你每天在演要跟我對話 然後一方面也要跟我對話 二方面就一直給我制裁 制裁制裁 限制限制限制 三方面就拉這個國家來對抗我 拉這個國家來對抗我 不斷的在玩這個遊戲 不斷的在搞 搞得沒完沒了 搞得沒完沒了以後又說 我們要建立富蘭 富蘭很重要 歐斯蒂想跟李尚福講話 演了半天 籌碼一直在家 那中國大陸怎麼可能會看不懂 你美國玩的這個把戲呢 好了 這麼想講話 就幫你找來講 講了以後就告訴你 要反省 要檢討 要改進 不要說謊 要努力 第一個人就扭扣好 你回去把工作做好 回來以後 我們可能還可以看看能不能講話 那就要看你博恩斯回去有沒有努力 如果你沒有努力 然後又再開始罵了 那就看對不起了 那就繼續罵 那你罵我也罵 其實你可以看到最後 其實博恩斯整個 其實嚴格上來講 整個畫面出來 其實還是回頭圖臉的 就是找來教訓一番 那就回去吧 我個人倒覺得這個 中國阿富汗跟巴基斯坦這個很重要 其實這一次的會談 就是把中阿巴連成一線了 整個都連起來了 連完了以後 就告訴全世界 也告訴周邊的 主要是告訴美國 我們只遵守聯合國安理會對阿富汗的制裁 聯合國沒有對阿富汗的制裁 你美國片面加的 中國不吃這一套 所以一帶一路延伸到阿富汗 而且要加強經濟貿易 農業 礦產各方面的合作 現在的情況就是 阿富汗要做的事 確保中方企業所有的安全 還有周邊國家的恐怖主義 你要肅清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很明顯的 中國大陸跟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合作 會推下去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美債目前的問題 拜登說不排除要引憲法來償債 那葉倫就說不可行 這會成為一個憲政的危機 他好像鐵了青 他就說如果國會拒絕 就這個債限採取行動的話 他不排除要用這個憲法第14條的修正案 那這個內容呢 就會對這個合眾國作亂或是反叛 而產生任何債務或義務 都應該被視為非法或是無效 所以打算要直接賴賬嗎 那你看今天有這樣一個標題下的很重 就是葉倫警告 債務上限 這個談判不應該拿槍指著美國人的頭 都用憲法修正案 恐怕會釀成這個憲政危機喔 那調高舉債的上限是國會的工作 如果沒這樣做的話會面臨到金融的災難 那拜登跟美國的財政部無法採取行動 來阻止這場災難 現在要把責任都甩到共和黨去嘛 因為你共和黨你在刁難嘛 那但是有人提出一個方法 就是其實在這個2011年人家提出的 就是我們不如來鑄造一個這個柏金幣喔 柏金幣就是人家講說白金幣喔 那一枚價值一萬億美元的話 這樣一枚就一萬億 那三十枚就解決所有國債問題了喔 那我們就來鑄造一枚 然後把它放進國庫去 那就安心了 這個債務就突然就下降了一萬億美元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兆美元喔 那人家講說這個是什麼樣的做法 這樣鑄造一個一兆美元的柏金幣來償還債務 你不如拜登就直接宣布說 我們減免了一兆 就是這種做法真的也只有美國會這樣做出來 人家講說這是一個鬧劇吧 怎麼會有這種用一兆美元的一個硬幣 然後直接來這樣子調降你們這個債務上限喔 因為美國曾經有人這樣主張 就是由美國的財政部 直接鑄造這樣的一個白金幣 我還去查了一下喔 就是說美國的現行法律 就美國的法典喔 他們的面值其實都有限制 唯一一個例外就是白金 那白金幣我就可以當然喔 我要一塊錢也可以 我要一兆也可以喔 所以就是要用一兆的白金幣 讓他們這個債務危機 乾脆欸這樣子快速的解除 真的是服了美國喔 真的買空賣空嘛 所以就我想印鈔票就印鈔票 欸我想要存回去 我就存這個一兆美金的硬幣喔 你真的拿這個國家沒轍喔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共和黨感覺好像也是絕不示弱喔 現在40多個共和黨的參議員連署說 使言不削減開支喔 不增加這個債務限制喔 這個麥康諾率領了這個40多位的這些黨 黨內的議員連署這樣的一個公開信喔 所以他們態度擺得很強硬在這裡啊 麥卡錫也講說這個 這個共和黨奉行極端主義喔 以經濟現在是不是要挟這種人為製造的危機喔 隨時令國家陷入了衰退 拜登提到啦這個眾參議院 共和黨人一致認為 如果這個不控制開支 恐怕就要提高債務上限是很不負責任的 所以現在這種遊戲已經把美國害慘了 是不是也要害到全世界了呢 我們來看看喔 這個巴菲特跟蒙格 他們在這個播客下的這個年度股東大會上面 也提到了這個中美關係喔 他們說必須要友好相處 製造衝突是愚蠢的愚蠢的愚蠢的喔 蒙格就直接講了三遍啊 他就說我們應該要跟中國大陸做生意啊 我們的蘋果去到中國大陸生產 我們是雙贏啊 對於兩個國家都好喔 那你看播客下他們今年的第一季 還拋了100億美元的股票 因為他們覺得是不是看衰美國 所以已經開始在進行大幅的拋售了 但是反觀中國大陸現在經濟 有一些數字出來喔 他們的外匯儲蓄喔 外儲大概3.2萬億美元 連續兩次的這個往上提升 那中國大陸經濟如果持續喔 那釋放四大紅利的話 恐怕GDP就可以繼續保持在5%以上喔 那四大紅利呢 包含了改革市場人才開放 如果這些都有做到的話 未來三到五年都有5%左右的一個增長的這個幅度喔 所以現在看起來好像真的有東升西降 就是美國經濟有點不太妙 但是中國大陸穩穩的在往上升嗎 那我們來問一下兩個 這個 兩三了 怎麼辦 我們講那個 沒事沒事我先幫你講幾句 你兆美元那個駁金幣那個是克魯曼講的 克魯曼這個事實上會現實上會有兩個東西啦 他等於是把聯準會蒸發貨幣的權利 奪到財政部手上 因為做這個硬幣是財政部的權利 那重點就在於財政部印了這個硬幣之後 你要去聯準會要提存現金出來 那要讓你提存嗎 所以第一個就是你會面對聯準會跟你的抗爭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你要跳過國會 對你的法律上限的約制嘛 那你以後跟國會就不用相處了啦 你拜登可以用這樣來搞我國會啊 那我以後就修一大堆法律讓你拜登寸步難行 因為我坦白說美國國會對拜登已經很好了 他說我願意把舉債上限拉高1.5兆 那只要你承諾未來的開支做一些縮減 拜登連這個都反對耶 真的是那個敗可以改成失敗的敗啊 就是你已經這麼會花錢了 那人家叫你未來兩年這個節制一點 那願意幫你提高到1.5兆 你還不願意啊 你說我不能附加任何條件 欸你是誰啊 你乾脆獨裁算啊 然後他引用了那個憲法條文的修正案 那個完全錯誤啊 對合眾國的作亂或反叛 現在的眾議院是在對你作亂或反叛嗎 他的意思就是眾議院在搞我嘛 不聽他的話就是反叛 不聽我的話就是作亂 這怎麼可能通過啦 我覺得美國真是運氣真好啦 因為我今天剛好看到一個民調啊 這CNN做的 CNN也是有夠壞啦 CNN他做了一個民調說 你們認為這個拜登跟川普啊 誰可以維持這個mental sharpness 腦袋的犀利來處理國政啊 結果我認為拜登有能力的只有32% 那川普是54% 都沒幾個 有啦54% 超過一半耶 我是說拜登竟然只有32% 這個就是國家的悲哀啦 有63%的人 認為拜登沒有辦法處於 精神上的犀利狀態處理國政 所以才會瞎說出這種話嘛 你這個第一 第一個你就違反了兩個憲政機 不是那個政府機關嘛 你第一個得罪國會嘛 你準備跟他硬剛到底嘛 你把人家當作叛亂集團耶 那第二個是財政部 葉倫就說這個嚴準會反對啦 你葉倫都跟你講了 你還這樣硬幹 什麼這種總統啊 這不可思議 好那我們剛剛CG有做反了 所以我剛剛在念的時候我是滿頭問 然後我想說怎麼會這樣反過來 其實他講說共和黨奉行極端主義 也不是麥卡錫講的 所以他把兩句話貼反了 拜登質疑了共和黨 然後麥卡錫就講說你們不負責任 這個才是對的 不然我剛剛自己念想說錯亂了 戴老師 我個人倒是認為6月1號 美國的公債絕對不會違約啦 絕對不會 所以美國的經濟不會在6月1號的時候 陷入混亂 或者是陷入整個崩潰的一個狀態 不會的 那是一種談判的策略 最主要就是因為明天他們要談判了 對 那在這段時間以來 你看都是美國白宮的行政部門 一直在放話 說6月1號會違約 然後會造成830萬人的失業 然後白宮的預算管理局 說目前來講會造成整個經濟的崩解 等等等等 全部都在放話 然後葉倫也不斷的在放話說 原本是認為9月了 後來認為7月 現在認為6月底 但是不排除6月1號就提前來到 說我根據我們的公債數回的情況怎麼樣 我根據稅收 目前來講第一批收到的錢 只有一千多億美元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都還收到一千五百億 所以少了五百億美元 因此我估計6月1號的時候我們的稅收情況並不理想 因此就會違約 我覺得目前來講在創造一種恐慌恐懼的一種氣氛 然後逼著5月9號的麥卡錫等 他們幾位領袖他們就妥協的讓步了 其實既然拜登這麼硬說我絕對不會屈服 我絕對不會說按照你在眾議院所通過的決議案 上升1.5兆的上限 但是要節約4兆分10年 每一年4千億 我絕對不會做我已經失掉了 絕對不可能 那如果你拜登這麼硬 而你麥卡錫有點骨氣 你就不要去出席這個會議 你就看著辦說拜登跟葉倫他會不會說 我們6月1號就會破產 我敢保證這個時候改口 你看扁麥卡錫 對 我看扁 因為麥卡錫根本就是外強中干 他就是裝個樣子 本來不是要來台灣嗎 最後就是這個兩個回事 我在洛杉磯 我在加州雷根圖書館見蔡英文 不代表我不會去台灣 但是我到現在沒有打算來台灣 而當初說我一當選就立刻到台灣 這個人就演戲 演一場戲 你有骨氣你就明天不要去開會 絕對不要去 你看葉倫會不會改化 你看現在葉倫已經改化 葉倫反對拜登的引用第14條的修正案 說不可以這樣子 歷屆政府都有考慮過這個 但是大家都覺得不可行 你拜登不要硬搞 不要瞎搞 不要胡搞 不過我覺得在美國理性的人都知道 必須要跟中國交好 但是有偏見的意識形態的 那一些非理性的民粹主義者 都要反中 仇中 抗中 為了他們的政治利益 來介老師 美國現在是政治掛帥了 經濟是配合政治的 比如說美國現在所謂半導體協會 他們已經發學不對勁了 你叫我們一直不要向中國大陸輸出的話 現在美國的將來半導體設備賣給誰 中國大陸半導體設備 很快速的在過去短短一段時間 快速崛起 很多美國退出的市場 中國大陸的半導體設備已經填補了 因為中國大陸科技發展研發的能力 事實上非常強勁 所以美國的產業已經發覺有這個問題了 可是問題就是說華盛頓現在的氣氛 還是以政治的對抗為主 還是認為美國今天是什麼 超級強國 它可以制裁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國家就必須要怎麼樣 就要俯首稱稱 可是它真的是踢到鐵板 最後傷到的美國人越多 比如說像巴菲特這種 這種美國的頭號投資者 投資者是看現在也看未來的 他們講話不是 這是多少年投資經驗累積出來 他們發覺美國跟中國鬥 前景不樂觀 都已經講得這麼清楚了 然後美國的半導體協會 這個是半導體設備協會 那是美國重點的外銷賺錢的金基母 也出來警告美國政府不要這樣 可是你看拜登 一位一路走到黑 它現在事實上 你如果說 美國現在共和黨提出來 叫你改革方案 其實是很溫和的 十年叫你審四招 一年也不早審四千億 對 可是它一次就給你